又来一位学生家长 他说我要给孩子学校的人房智能接送系统点赞 送孩子不用下车 直接送到地下入口 下雨天也不用担心淋雨了 这个学校周边呢 这个早晚高分交通拥堵 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群众对此反应也比较强烈 目前我省的无锡市南通市等地 均已开展了人房加智能接送这个试点建设 从试点建设的情况看 这一方式取得了三个方面的良好效果 一是实现了车辆不拥堵 接送车辆可以直接进入学校周边的地下人房工程进行停靠 这样就不再占用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资源 这个好 因为学校门口的拥堵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很多学校的老大难问题 是吧 对 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实现了接送的智能化 家长他都安装了智能接送APP 能够在手机上实时地掌握自己孩子的放学情况 这样就可以做到合理安排时间 急送急走 第三是做到了安全有保障 工程内按照人车分流的要求 划分了学生等待区 家长等候区 还有车辆的停靠区 这样就真正地可以让学校放心 家长安心 安全也能做到一定的保障